一种另类的自拍方法 奇葩甩头照在网络上莫名其妙的就走红了 既没有夸张犀利的美童 也没有嘟嘴卖萌的表情 只剩下一张张狂甩状态下高度变形的人脸 这些照片到底有哪些特别之处呢 据了解最早开启这种自拍方式的是一名女高中生 她拍过甩头照后留言说 一边甩头一边自拍啊 感觉讨厌的事情都能一甩而光 而网上这些甩头自拍的大多都是高中生 他们坦言高考临近 大家都是为了能释放压力 再看一下网友们争相模仿的图片 整个人都是虚的 只能看清脸的轮廓和头发 每个人都是很嗨的节奏 拍出来的效果的确比较好玩 不少网友表示出于好奇也小试了一下 只是这种自嗨模式 只启动了几分钟就有点头晕了 完全没有释放压力的效果 感觉一天是看得挺好玩的 然后自己轻轻的尝试一下之后 觉得还是挺不容易的 不能轻易尝试特别晕 看来自拍有风险 甩头虚谨慎啊 要是容易眩晕的人还真的悠着点 要不拍完照片 东南西北都找不出